沒錯 現在趙天靈的照片陸陸續續出來之後 大家非常驚訝 到底是誰給的 第一個說會不會是中國籍女子 會不會是因為他想成為政公 那趙天靈可能不太想 所以他把這件事情都留了下來 而且知道他今年要出來選 所以過來弄他 這第一點 第二個是老共又影響了 第三個還有什麼可能 就跟綠營的派系鬥爭是有關係 直接跟大家講白了 新潮流就是鬥勇言會 要斷趙天靈的市長路 由於趙天靈是建置2026高雄市長 那星系有誰 我直接畫起來 許智傑 賴瑞榮等等 也有意要爭奪市長的大位 那會不會這個2026的市長接班選戰 在2024立委就悄悄來開打呢 佩芬 真的你們現在派系 有鬥到這麼兇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就是過度解釋 就是說因為現在連就放出 這個資訊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如果說就是黨內的鬥爭的話 確實是會讓人家覺得有一點牽強 但是這件事情到底是誰爆出來的 然後以及這些 我相信在接下來的幾天 或許會有更明朗的狀況 可是不可否認趙天靈原先 確實是大家滿期待的一個 高雄市長下一年度的 下一屆的這樣的一個人選 那現在接連爆出這些事情 包括說論文的事情 包括說這個緋聞 這個外遇的事情之後呢 我覺得他的要選上 要成為高雄市長的 這個市長提名人的這一條路 確實是艱難很多 可能就甚至是斷掉了 那甚至說這一次立委 能不能繼續參選下去 因為現在看到的風向是 最主要其實這是他的事 所以其他人真的很難幫他辯護 就算你想幫他辯護也很難幫他辯護 那他自己必須要說清楚 但是我們確實看到網路上很多 原本比較支持民進黨 比較親綠的一些意見領袖 也都認為說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繼續選立委這一條路 看起來也是會走得非常辛苦了 浩之柔你覺得 跟民進黨的派系會有關係嗎 新潮流本身就是一個很愛鬥的嘛 今天大家都已經看過非常多 那這一次明著對上了勇嚴會 現在高雄的爭奪戰 今年就要打了是不是 不知道是誰 但是有動機啦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現在的狀況是有傷到趙天麟 沒傷到民進黨 你如果說更晚報 就是民進黨要跟著傷 現在的狀況是有傷到趙天麟 提早報了 趙天麟可以換掉 賴清德把他切割完 切割乾乾淨淨 對賴清德的總統大選不會 我認為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如果切割了國懷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至少趙天麟的個人行為 而且趙天麟的下半身的行為 還不是跟上半身無關 所以就是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派系鬥爭的可能性是相對高的 叫趙天麟退選的 不是藍的 通通都是綠的 沒錯 綠的叫你換人 綠的叫換人 所以他不是派系鬥爭 他現在也是了嘛 所以看起來那個氛圍是重的 但是說真的不知道是誰 但是只是看起來 綠營的其他派系會得利 秉哥這會不會有一個陰謀論 說其實這個張姓女子 當時他真的非常愛她 那最後他想要成為政公 那最後沒有成 沒有成之後呢 他原本想報復她 那最後是有人花錢 把這個照片買了下來 最後當趙天麟想要更上一層樓的時候 馬上把照片這樣全部釋出 會有這種可能性嗎 這可能性本身當然是有啦 因為就是他如果當初 跟這個女孩子在一起這麼久 那後來是怎麼分手 因為趙天麟完全沒有做任何的 他們認識十年 對 將近十年的時間 這個你要說不是真感情也很難相信 因為姓哥那個有認證十年 就是真感情 大家都認證的嘛 所以這個應該也算是真感情的嘛對不對 所以既然是真感情的話 那為什麼會突然之間結束 沒錯 對 那是什麼情況下結束了 是和平分手呢 還是有其他的什麼狀況 那女方會不會心有不甘 或者說女方會不會遇到某一些 比如說經濟狀況啊 或是甚至某一些人知道有這一段感情 特別把它拿出來利用 這些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現在我們這邊去幫他設想 其實沒意義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整個來龍軍嘛 那真正知道的是誰 就是趙天麟自己啊 所以現在唯一能夠危機處理的 就是趙天麟自己 可是他要怎麼去危機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剛猴子講的也是我覺得最奇怪 為什麼他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這一次一反常態喔 你看上次堅哥那個十年情 被證實是真感情 真男人那一次 民進黨都沒有人叫他退選喔 記不記得 那一次完全沒有人叫堅哥退選 然後堅哥自己說 那這樣我就給選民公斷 就放在那邊動都不動 可是這一次是黨內一堆人 連黨外側依一堆人說 你趕快退選吧 馬上叫他退選啊 你不覺得這個反應非常奇怪 這個是很詭異的一件事情喔 因為過去民進黨 通常他們自己人第一時間 出現這種狀況的話 通常的反應應該像今天范雲 就是別人的感情事情 我現在都評論不要問我 就是這樣 要不然就要學王定宇 人家記者會都開完了說 等我了解還記者會講什麼再說 就跑了 正常應該是這種反應 對 可是今天不是 今天很多人在第一時間 馬上就說 他應該要自己選擇退選 或是要選擇之所進退 那所以這種反應是不是代表 黨內是不是早就有人得到風聲 不然的話正常 如果假設是我自己的朋友 或什麼 我會覺得怎麼樣 假設記者不來問我 我會說 那我先去了解一下 事情發生什麼 我再來跟你講 是 因為我也不敢肯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那可是會有這麼多人 在第一時間 就做出了某種表態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看起來黨內 是不是早就有人知道 早就有人聽到 某一些風聲訊息了 所以才能夠這樣迅速表態 而且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居然有這麼多人叫他退選 直到如果照兵哥這樣說法 真的是一連串 我們第一個看到的是 10月18論文抄襲 這是第一槍 第二槍就是今天的混外情 第三槍就是什麼 側翼開始攻擊啊 全部要一起下台啊 人家綠營內部的派系 鬥得這麼凶是不是 對 所以國民黨真的滿沒用的 你看論文跟這個照片的卸出 好像跟國民黨沒有關係 拜託讓我們有點參與感 他現在罵最凶的 當然是周遇寇這個大側翼 說他以前這個趙天廷是他的學生 對他有諸多肯定 但是他還認為外遇不行 而且對方又是大陸級的女性 所以應該即刻宣布退出立委選舉 然後暫停行使職權 接受調查 話講得很重嘛 對 話講得很重 你現在停止職權 你就沒有新聞 你沒有政績 而且你就宣布退選 那這個洞要誰來補呢 現在離這個 當然登記還有一段時間 我相信有很多人已經在牛棚 準備要練球 準備要出來接趙天廷的棒子 因為依照賴清德過去 面對不管是緋聞 桃色 貪污 他快刀斬亂馬的決心跟魄力 我相信是有 所以說現在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要哪裡找人 今天也有一個人也發 發那個 講重的話就是 曾經也被一度點名到 謝沛芬這個選區的雞排妹 雞排妹也發生了 就說你如果 表示真的該負責 你應該退選啊 雞排妹是不是也曾經想參與 他也說 如果黨需要的話 他可以下場嘛 哪裡都行 他也不設限選區嘛 所以雞排妹 剛剛大家這些來賓講 是不是有可能派系鬥爭 然後讓一個 比較看起來像是小白兔這樣的人 可以上位 把趙天廷給鬥下來 因為這中間很難 讓人家想像的確有派系鬥爭的 這個樣子 因為保護賴清德的這個斧鑿 實在找得太深了 現在大家 側意紛紛跑出來 要趙天廷負責 要趙天廷退選 但是對賴清德沒有支支片語 對賴清德而言 他們難道大家 我們是國民黨的 我們一定會說 賴清德不用管好你家的人嗎 游書會今天就開炮 或者是說 你看民進黨都長得這個樣子 但是現在綠營在保護賴清德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的焦點 限縮在趙天廷個人的 這樣的身分之上 讓賴清德減少受傷嘛 那如果說今天是在11月之後 提名的時候爆出來 就如同剛才來賓所講的一樣 很難賴清德不遭受到 同樣大家的質疑跟對待 所以現在 斧鑿很深 可能就是想要處理掉 趙天廷個人 而不是想要傷害到民進黨 不是想要傷害到賴清德